在2022年的時候這個投資的建數就已經破百件了 那這個投資的金額達到了10.8億美金 所以這個部分我國對於美國的投資金額跟建數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成長速度非常的快 那各種的部分當然供應鏈的重複地緣政治的影響 造成我們這個供應鏈去移轉 所以很多的一些半導體電子零組件的製造業 都已經積極長進了美國各地 包含台積電在投資Arizona 實際上失了一個電子零組件的半導體 就是從這個Arizona一直到New Mexico 這個部分變成一個新的Cluster 所以台上很多的部分都已經搶進在這個地區 變成一個台商在積極建立的一個新的聚落 那我想這個和創辦人跟這個執行董事在這邊 待會應該也有非常深的一個體會 那在這個部分近期我想台美合作的議題跟近期的活動 當然中廠企業處很重要的部分 現在要叫做中小級新創切屬 很重要就是雙方認為對於婦女跟所謂的女性的新創 要怎麼樣來加強協助 那美國對於婦女這個議題相當的重視 所以他們國務院有創辦一個女性創業學院 的Academy of Women Entrepreneurship 那這個部分的話他們希望透過協助女性 來提升她的經濟負能 來協助她提升她的技能 給予她更多的